我的爸爸死掉了 我今天打仗 我媽媽 我媽媽今天這樣 我要自己去算 我要跟媽媽打錢話 奶奶打錢話 妹妹打錢話 跟所有人去進食的家人都沒有死掉 然後有一次我 我找我的奶奶 以前打錢話給他 兩次打錢話都不及了 因為戰爭 所以有可能他被嚇到爆炸的聲音 還是什麼 所以你在電話這頭 也就聽過那邊有一些 那個爆炸的聲音 爆炸的聲音每天都有 我來台灣三年前 來做DJ 我放一年 因為以前我有做台菜大陸 所以我現在可以講中文 我選台灣 因為這個比較 自由的國家 來台灣是你自己一個人來呢 還是跟家人一起過來 我 十年前我一個人去國外 我的媽媽爸爸被嚇到 所以我們開始了打仗在武漢 還有那時候他們覺得是 這個不會那麼快結束 但是他們沒有準備好是 要等那麼久 是不僅回到我們國外 所以到現在我一個人在國外 所以我的爸爸死掉了 我今天打仗 我媽媽 我們都一直在 因為這個 俄羅斯跟烏克蘭在戰爭嘛對不對 我想問看看你對這個事情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希望這個和快結束 我希望我們會贏 因為 俄羅斯的士兵 他們來了 打我們 他們自己也不明白 他們要打我們幹嘛 對 因為我們 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有我們的生活 我們有我們的故事 我們有民族 你們怎麼看土丁 有可能八年前 十年前我們是覺得它是 對的腦袋有問題 但是沒有覺得它是很危險 人家都小的 我記得十年前 大家人都覺得它是一個 開玩笑一樣的 但是現在它 它像希特勒一樣 像希特勒殺死死獵人 在現在殺死死人 那我接下來想問看看 你對你們的總統 俄羅斯基有什麼樣的想法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的總統 從一個小孩這麼長大 當個男人 對 現在我們支持他 我自己非常忠忠他 很尊重他 因為他沒有去跟俄羅斯 肯動 沒有去跟他們 沒有去賣掉我們的國家 你身為烏克蘭人 你現在雖然人在台灣 你會不會想為你的國家 做些什麼事情 對 我現在要 很多人知道這個事情 對 我要所有俄羅斯人 這個最重要的 讓俄羅斯人明白 因為現在很多俄羅斯人在國外 在台灣 在大陸 在在歐洲 在美國 他們要明白是 這個是不僅殺死我們 俄羅斯的新聞 他們相信這些假的 假的事情 不僅跟他們說 這個一個人不僅 他們可以結束這個戰爭 對 這個戰爭 所以 俄羅斯人可以發出 在烏克蘭的那邊 還有什麼家人住在那邊嗎 對 我在烏克蘭有很多家人 對 爆炸的聲音 對 爆炸的聲音 對 爆炸的聲音每天都有 你會不會希望我們台灣這邊 還能幫忙 我們烏克蘭的這些民眾 能做什麼這樣子 我真的很高興 我每天打開IG還是FB 我看到很多台灣人 有幫助我們 幫助烏克蘭 或什麼照片 還是可以幫助我們 給我們錢 這個真的謝謝台灣人 因為我知道台灣跟烏克蘭 沒有什麼 沒有班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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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這個文貝就是 沒有班的 謝謝 前一陣子剛發生戰爭的時候 有人說 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當然我個人是不認同這句話 那但是 為了捍衛自由 捍衛民主 我相信 全世界的人民 都應該為了自己 站出來奮鬥 尤其是像你們的總統這樣子 親上前線 這是一個相當值得贊取的 好 那也謝謝FACE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